字幕君 李昌隐 今天我们来比较一下李昌隐 随公他的中文和英语 这个之间有什么差别 对我们的这个对英文译文的欣赏 会有什么影响 这个随公是一首七诀诗 在唐诗三代诗当中 还有另外一首随公是麒麟 那么在两首诗之间 说的是同一个人物 同一个故事 但是缺重点不一样 这首随公七诀呢 是这样 成心难由批借人 九重随省见书寒 尊重举国财公己 半做仗仗义 半做仗义 半做凡 上次我们说了 这个故事 所有的做事当中 他们理解是错 他们理解是错了 他们把它理解成了不否定词 是吧 他不见 这个是不合乎情理 即便是王国之军 他也不会大意到那种程度 自信到那种程度 九重随省见书寒 我说了九重是指这种严厉戒严的那种程度 重重的感受 随 随省见书寒 这种上见的那些文章 没人来查看 皇帝不看 但是在这里边呢 我们看了 如果你把九重理解为 重重感受的话 我们就很容易理解 第三点 为什么不用 帝 是吧 这个皇帝 来做这个主语 那么这个随 就是指呢 很多人 官府里边的 从上到下 包括那些士兵 少兵 都不在乎 写不 是既忽略 在乎的意思 随省见书寒 没人管 没人管 所以这是一个随阳帝 处于王国前妻的那种情况 所以举国 尊重举国才能力 举全国之力 为皇宫做紧断 裁臣 这个藏仪和唐行用的番 都是用这种紧断来做的 所以这是上演这首诗的原意 我们看一下 英文翻译 现有的英文翻译当中呢 最典型的 我都觉得两个 一个是 是一个美国的诗人 他翻译了《唐诗三代诗》 他是一位中国的一位学者叫尖看虎 在二三十年代或者四十年代那一段时间 他们翻译了《唐诗三代诗》 他是主手翻译的 那时候的学者 他起码不会随便弃调、策划、创改前人所选的诗篇 但是大家看看许彦聪教授 在他这本《唐诗三代诗》当中 是没有这首诗的 为什么? 我们发现这不是第一册 有很多情况下 许先生把它换掉 或者是干脆就不翻译了 反正总量不三代诗 他们就认为可以称为唐诗三代诗 但其实严格的讲 这是不对的 看一下 Witter Beiner 他这个翻译 这个翻译最关键的一点 是他没有翻译 第二剑 原诗的第二剑 九层随形 剑书函 这说明什么呢? 这个翻译上 Witter Beiner 和江康虎 他们之间也遇到了困难 所以这两行呢 实际上是说的第一句 说当皇帝 兰皇帝兴高采烈 游了南方 而不顾任何这种警戒 或警告的话 是不是他理解成了不以后 整个第一句的内容 但是他分成了两句 用这个后半句代替了第二句 而把第二句完全地忽略掉 所以如果你读英文 Witter Beiner 这个唐氏三白水的话 那你就不知道 他这里露了一句 他的整个帝国都在裁紧断 一半是为了这个圈的占领 一半是为了航行的翻 最后一句这个翻译 是非常到位 很正宗的 我觉得呢 他这个和原文这个 完全是对应的 这个非常好 但是呢 第三句呢 稍稍有提不如 就是他忽略了春风这种环境 还有呢 宫衣锦 这个皇宫衣锦 这个倒是次要 因为呢 这里边说到他的词 但是呢 我认为 在你句句对应的时候 还是应该翻译 这是Witter Beiner 这个情况 那么大家看一下 我呢 尽量想要保留原诗的全部内容 所以我做了一些详细的这个翻译 就是呢 尽量不露掉任何原文的因素 所以这个P就翻出来了 是一个严格的界限令 被宣布了 是吧 实施了 是否用了 不露掉任何人 这就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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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 这个 第三名Letters from Remont Jantz Remont Jantz 什么呢? 是指那些写上见书的人 就是给皇帝出主意的那些人 他们那些书信没人在乎 一个是皇帝本人不在乎 一个是从各个官员都注重于阳房锦首 见书的事他们不忽略,谁也不在乎 这就说明什么呢? 说明在那个时候皇帝不听见 下面即使有见上见书的人 也很难打到皇帝的手里 道行的时候皇帝不一定看 这是这样一个情况 In spring breeze, that's 春风 The whole nation is cutting brocades for the palace 宫领是宫廷用的 这里for the palace half for will god and half for fail 这个基本上采用了 因为我觉得没有任何其他的文字和用法 可以代替它 好,这首诗我们今天就欣赏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